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也許不會再看見 离别是微黄色的甜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青山的脸 我拿起种绿树的叶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何曾懵懂的誓言 风在歌唱 唱他曾去过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为你开放 当你撞过头的那一瞬 玩笑般美丽的笑脸 它睁开在 纯实的无可期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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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还有一份的资料吗 对你很有帮助 可能在资料室 我去拿一下 你等我一下啊 叶总 她曾经骚扰女学生 逼得那个学姐跳楼自杀 这 这门怎么锁住了 叶老师 你干什么呀 那个 门坏了 还没修呢 老自己锁着 我给 拿个电话 让她门过来看一下 你 干吗呀 我拿电话呀 你在那儿干吗呀 叶 叶老师 你干吗呀 你别这窗口 我跟你说 你干吗 你干吗 危险 谁也没险不开 我跟你说 你给我说点 你给我说 刘毓车 刘毓车 你干吗 刘毓车 你干吗 刘毓车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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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毓车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什么事 你们不用管我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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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能进去 你在说什么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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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让我的学生 不要 跳楼自杀的 刘毓车 刘毓车 你有什么问题 受了什么委屈 全都说出来 学校一定会帮你调查清楚的 魓车 你别害怕 咱们就实话实说 刘毓车 我们 老师 我们是黎毓车的室友 两位同学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你们先到外面等一等好吗 魓车 你现在千万不能以任何的思想包袱 实话实说就好 学校 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 现在的学生俩 尽高线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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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毓 怎么办 开始学几百万 这伤道那么大 是他 是余老师 他三文五次的 想要性骚扰我 刚才他把我交到办公室去 他突然锁上门 我想要挑战逃跑的时候 他突然抱着我 想要对我性骚扰 李卫车 你在说什么呢 你 你明明知道我 我帮你拿资料啊 那个门锁 那个门锁我也不知道怎么 他们就锁上了 而且那个门锁 一直有问题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吧 李卫轩你怎么不说话 你要说实话啊李卫轩 你要说实话啊李卫轩 李晃鲁 你别吓唬孩子 好了 李卫轩 你先回去吧 李卫轩 李卫轩 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是你老师 我是你老师啊李卫轩 你要说实话啊李卫轩 你要说实话啊李卫轩 李卫轩 你为什么撒谎啊李卫轩 李卫轩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的事对你是个大惊 我保证 学校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李卫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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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被骚扰了 还想干什么 有完没完 李卫轩 校长 真的不是那个样子 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当初林曼那件事情 你们都知道我对科业要求特别严格 因为我知道建筑行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 它是无数人生活生存 承载着无数人生命的行业 就是因为 我让林曼挂科了 她失去了奖学金 没钱交学费 我才要想到自杀 好不容易把她给劝下来 所以 所以我才对女学生的要求有所放松啊 我开始关心她们的生活 她们的情感 我就是把林曼的事情重蹈覆辙呀 我怎么可能去骚扰女学生啊 林老师 林老师让听听 不要那么冲动 林老师 今天的事情 影响实在太恶励了 又有妮威娟的出面指正 我们也很为难 具体的情况 学校会进入展开调查的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是吗 你们那件事情 你们调查调查调查 这件事你们还要调查调查调查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不相信我 林卫军 你给我出来 林卫军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帮你扶导 我关心你的情感生活 我作为一个老师 我哪点做错了 我怎么拎了你说我 我怎么拎了你说我 骚扰你 我怎么骚扰你了 林卫军 你说谎话 你这辈子良心怎么过得去啊 林卫军你给我出来 你出来给我说清楚啊 我 呸 一官秦秀你 还好意思来女生宿舍闹 对死你我 对死你我 我以后果清清白白 叹叹长大 对得起天地良心 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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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不相信我 你们就相信一个女学生的一面之死 你们这叫愚蠢 愚蠢 你们上次救我 就冤我 不相信我 你们把我 从政客老师 变到副客老师 没关系 这真的没关系 我不在乎 我就想站在这个教室里 正在讲堂上跟学生上课呀 我爱这帮学生 我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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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令我 可是你们为什么用世俗的眼光 肮脏的眼光 来击毁我春节的心灵 你们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你们都想我走我走 我走 我走 我辞职不甘了 怎么了 大晚上的闹什么闹 你大晚上的闹什么闹 放开我 下来 你们都我放开 你们放开我 你们干嘛 干嘛的 回这老师大玩的 笑什么话 你们冤枉我是吧 你们也不相信我是吧 来 打我 打我 打我呀 别打我 你有什么時候对我 我想对我 我 等等 我怎么了 我做做什么了 头老之水浊喜 河云珠五枝 沧浪之水清晰 河云珠五枝 可笑 河云珠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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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维维 维维 你知道吗 我今天在学生会 听到关于你们家 陈孝正的八卦 什么八卦 算了 不说了 免得你又说我吓唬 那你就说说看呗 看看能不能吓唬到我 你知不知道 你们家陈孝正啊 是姨父子 我当然知道啦 这些消息啊 我早就在追她的时候 了解得一清二楚啦 我可听说呀 她父母都是在 机械厂的职工 她爸特别有才华 还是个总工呢 只可惜啊 工地出事故了 死得早 她妈特别爱她爸 当时她爸死的时候 她妈才怀孕三个月呢 当时所有人都劝她妈 把孩子打掉 她妈死都不肯 你猜她妈妈说什么 说什么 她妈说 有了这孩子才能活下来 所以这世界上 才有了真相证 还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 好什么呀好 这你还听不出来呀 她妈得有多恐怖啊 这有什么恐怖的 你们想啊 一个女人 她的老公死了 还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一辈子都没嫁 你想想 她等于是她妈妈 把所有的希望和爱 全都压在陈孝正身上了 她得有多爱陈孝正啊 有一天 一个女人 也就是你 突然出现 抢走她唯一的儿子 你说 她该怎么对你 行了 你别问人总听的了 看把威威吓了 我这还没说完呢 这个陈孝正来大学的钱 都是她妈妈连球带跪求来的 还把他们家的电视 做抵押了呢 薇薇 你这次可算幸运了 遇到了一个传说中 2.0版的恶婆婆 你这买卖做的 乌坦没赚 还有赔的趋势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歇会儿 歇会儿啊 我觉得吧 这挺正常的呀 都是可以理解的嘛 你们看啊 这养个儿子呢 就跟玩游戏差不多 先建个账号 起个名字 然后就开始练集是吧 然后不停地 砸钱 电号 砸钱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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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瘾啊 一年升一级是不是 好不容易这个 集联的差不多了 装备也齐全了 被一个叫儿媳妇的 把号给倒了 你说这搁谁 谁不得郁闷两天是不是 林家阿正 还没说带我去见他妈妈呢 那我就是起人忧天了 不过 你说他会不会有恋母情结呀 这光天化日的 你就别神神叨叨了啊 喂 爱飞 我觉得你就不要 胡思乱想什么了 你看 你看他那个样子 这些小道消息 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 准不准还两说呢 谁说不准了 是陈孝镇从小 一起长大的邻居说的 童色无欺呀 你看那什么呀 我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你慢点 你慢点 喂喂 你想一下 我说的话 阮阮 你说我会不会变成 台湾电视剧里面那些 受气的小媳妇 雅巴新娘那种的 不会 不会 不会啦 听她说 比如闸 قال 其实呢 我这个作品 它有一个名字 叫做重生之门 这道重生之门布满了荆棘 可是它的意义就在于此 只有走过荆棘 跨过坎坷 才能够通往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不过 我真心觉得 没有了我的帮助 你一样能把事情做得很优秀 阿正 我想要成为能够配得上你的人 我想永远站在你的身边 不再成为你的牵绊 我想 我想有一天 你可以告诉全世界 和我在一起 就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你这车啊太旧了 我做多给你两百啊 不能再多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啊 半天不见就会想你 阿正 我又累又饿 你骑车带我去食堂吧 我 我自行车被偷了 被偷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你怎么回来了 魏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找阿正 你怎么回来了 那个 我拿萨克 这样他要准备比赛 走了啊 我拿着 有事给你 什 什么事啊 阿正是不是最近手头有点紧啊 他手头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魏魏 都快毕业了 这个节骨眼上 你问这些问题 不是想学人家找借口 来个毕业分吧 胡说八道什么呢 跟你谈正事呢 魏魏 你这是吃粮不管酸的 甩手掌柜的 怎么还关心心理呢 男朋友的经济问题了 你知道吗 他前几天把他那自行车给卖了 他平时宝贝的跟什么似的 不可能说卖就卖了呀 还有 还有 我发现啊 他这几天节约的 已经过头了 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 你不知道啊 他早就不做监职了 他最近那么忙 当然没时间去做坚持 这不是这样的 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说 不说呀你 你说啊 你说一个是我谨慎的兄弟 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说这手背手心都是肉 许公子这事办得 确实有点狠 许开阳 他俩怎么了 卫卫 我跟你说我来不及了啊 我得走了啊 拜拜 你给我站住 老张 吃饭喽 久等了 活烧大牌 你放心 给你买的 你的呢 你的呢 我最近不是做毕业设计吗 不能吃得太油腻 怎么了 怎么不吃啊 你怎么不吃啊 我再吃啊 我说你为什么不吃菜啊 我吃菜 你干嘛呀 吃吧 你吃 我不吃 你为什么不吃啊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说的 是个肉吃东西吧 我做毕业设计 你吃得清淡一年 对啊 你现在每天都在熬夜做毕业设计 还得准备简历 你不多吃点怎么行呢 你以为这大鱼大肉的就是营养啊 这里面的脂肪含量比蛋白质还多 这句话算你说对了 我最近在减肥 过几天就要去拍证件照了 我可不想我的证件照 是很胖乎乎的 所以我不吃了 但是为了防止浪费 你帮我吃吧 快吃 不许再夹罪我了 好 再吃点菜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快吃 快吃 找我啊 阿正很久都没有接到活了 是不是你介绍给他的那份兼职 出了什么问题 你 他找你告状啊 怎么可能 你不了解他吗 他自尊心那么强 没错 是我干的 我之前给他介绍活 那是我乐意 现在我不乐意了 我把机会收回 有什么问题吗 许开阳 阿正他跟你不一样 他是不会伸手 向家里要钱的 他平时就靠这份工作来维持生活 你这样断了他的生计 你让他怎么生活 难道我不给他介绍活 就断他的吹了 还是他现在已经穷呢 要靠你接济 吃晚饭啊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现在课业这么重 你让他到哪儿再去找一份 稳定的兼职 这跟我有毛关系啊 许开阳 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 心胸这么狭隘的人 我告诉你 我本来就不是圣人 我就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 与其给情敌介绍工作 眼睁睁地看着他赚了钱 跟你双宿双飞 我宁可当小人 对不起你的人是我 不是阿正 如果你想报复的话 冲我来 多少次了 你为了陈孝正 故意跟我熟练 你为了他拒绝我的努力 你现在又为了陈孝正 来跟我求情 你那小飞龙 我已经快看不清楚你了 我那么地喜欢你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为了陈孝正 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 你觉得公平吗 你觉得我心里面的痛快吗 那你告诉我 怎么样才能让你痛快 怎么样才能让你高抬贵手 好 你口口声声说你爱陈孝正 那我就想看一看 在高傲的陈孝正 最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能为他做什么 快乐 上一次 我为了你 在这里捞了整整一晚上的 顽豆公主 这一次 你把我的东西捡上来 我们两个之间 就算扯平了 是不是我把东西捞上来 你就答应既往不咎 看你的表现 这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 secret 的脸 我拿去种莲苏的叶子 风在青涩的石板前 几点那些流失的青春 何曾懵懂的誓言 中文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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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着 不找了 不找了好不好 我一定会找到给你的 谢谢 许开洋 君子一言 四马能追 那些懵懂的许言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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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脚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走了 许开洋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周围 你为了陈小政 可以连命都不要吗 许开洋 我正为别的本事没有 但是你让我玩命地爱一个人 我想 我可以奉陪到底 我可以奉陪到底 张子 你赢了 我可以奉陪 我可以奉陪 我选择了 你呢 我可以奉陪 你呢 奉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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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珍玉聊什么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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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珍玉聊什么呢 让我猜猜 我豫面小飞龙吃醋了 谁吃醋了 懒得练你了 我不是和曾玉 升到一组做毕业实验吗 实验方案出了点问题 我们就争执来两句 我不管 反正以后 五十岁以下的雌性动物 你都得给我保持 三米以上的距离 好好好 三米以上 把他小飞龙带上来 我回来了 来 送走容软了 别看了 这该来的总会来的 喂 马上等我下路再说 拜拜 我要先走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祇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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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下你的 我也会下你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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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还不是他的那些 前男友们 当中的其中一个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了 你说现在大四了 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啊 聊分配啊 我跟你说 娟儿她都找了好几个前男友了 没一个帮得上忙 都不靠谱啊 这也不至于吧 哎 小北 你还记得吗 大一的时候 我记得娟儿说过 她特别想当空姐 魏爱飞 朕告诉你啊 这梦想和现实之间 隔着一整个青春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这不好好说什么 这叫文艺 哎 不是那你呢 毕业之后你打工的 我觉得吧 我觉得我在建筑设计方面 还是挺有天赋的 所以本少女 现在已经决定了 我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为祖国的土木工程事业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看你呀 说了这么多 讲得那么好听 就是想和你们家陈孝正 一起去东方青城吧 你怎么知道的 忘了我可是神算子的 哎 你知道吗 软软也挺好的 只要她这次保研通过呀 她就能去北京上学了 真的 对呀 到时候她们家赵世友 再一过去 嗯 她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多么好啊 哇 那个死婆妈妈 哎 小北 你呢 我呀 嗯 我倒想 要不然我也找个工作 上班得了 还能帮我妈分担一下 在我们那个地方 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 要好好过玩我这个 大学生活当中的 最后一个暑假 我走了 照顾好了姐 好 水家快乐 水家快乐 嗯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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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大学中 最后一个暑假了 喂 不吓人啊 你这听我说 就我从来没有听到 好 没有 你再以为 你这听我随了 我看你 我不会 事儿一样 我是 对 我 不听到 呃 你 我 还是 柜 我 我 我 那个 好 你们俩大半夜不睡觉 在那儿干嘛呢 你一个人害怕 他是过来陪我呢 你害怕你也不能吓人呢 那 script 阿正 我还怕 阿正 维飞 你什么时候来的 宿舍一开门我就过来了 怕打扰你休息 所以就没敲门 快进来 嗯 感谢观看 我要去洗澡 去吧 这黑灯瞎火的 不敢一个人去 我害怕 你陪我去吧 这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 小飞龙 怎么越长越回去啊 人家都说了 有男朋友的女生 特别地胆小 再说了 你舍得让我这么黑灯瞎火的 一个人进出公共浴室吗 我知道你舍不得 好好 说不过你 正好我有衣服要洗 走吧 嗯 走吧 来 拿好了 来 你怎么说下就下 这是男生浴室 女生浴室在那边 我 我害怕 我不想一个人去洗澡 那你也不能去男生浴室啊 怕什么呀 我又不是没去过 你一个女孩子去男生浴室洗澡 算什么样子 那去那边 别别别别 想什么呢 要不这样吧 你去男生浴室洗 我在外面帮你守着 等你洗完了我再进去洗 不 现在都放暑假呢 也没多少人 而且都已经这个时间点了 打门掺上肯定没事的 正薇 有人吗 不 有人吗 没人 走走走 快走 快进来 这怎么行啊 可以的 快进来 阿正 嗯 你要香皂吗 给 来 阿正 在干吗 叫那么大声了吧 吓死我了 阿正 我刚刚可看到你在剪肥皂哦 而且还剪了两次 剪个肥皂又什么的呀 摩羯座真是一点幽默细胞也没有 正薇同学 你一个女孩子 我想让那些脚肪肥皂 那你哭都来不及了 阿正 看来 我得说回我刚刚那句话了 不是门 你是门 你是门骚 正薇同学 你一个女孩子 怎么脚指甲里有这么多泥啊 都是为了你啊 我 谁让那些脚肪肥皂 看苦力的时候 被把铁肠给砸的 胡说八道 没句正经话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我就是这样的人 涂一点电风就不会发炎了 可能有点疼啊 疼吗 不疼 再涂一点酒精 你脚趾脚怎么了 怎么这么一大块鱼精啊 怎么弄的 在水里干苦力的时候 被把铁肠给砸的 你能说句实话吗 好了 不逗你了 我前两天跟软软 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被一辆自行车给撞了 害得我疼了一天都没出门呢 什么时候的事啊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现在还疼吗 小杉 老实挺疼的 不过现在不疼了 你很笑得出来 阿周 你说 要是我的脚指甲 一辈子都这样了 你会介意 会心疼吗 你说呢 当然不许你介意了 不过你必须得心疼我 那你得答应我 收起你这个毛毛躁躁的幸福 我在你身边的时候 自然会保护你 可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学会好保护自己 明白吗 嗯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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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晚风海袭 时光却松松老去洒水着路过 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 一个一个像酒店鱼 每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 当时青春年少 我们相遇太早 轻轻牵手拥抱 透支太多心跳 岁月汹涌波涛 撑伞连人毫无预长 还是能被你忘掉 听晚风海袭 时光却松松老去洒水着路过 中西城市的记忆玻璃窗 一个一个像酒店鱼 离一站都是刚褪色的你 当时青春年少 我们相遇太早 轻轻牵手拥抱 透支太多心跳 岁月汹擠连人毫无预养 从今只能平掉 当时青春年少 我们相遇太早 我们相遇太早 时间无尽隧道 只能向前掌头 就梦几度飘渺 醒来已经不堪寻找 何时能被你忘掉 给你的福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